台北市中绍东路百货商圈旁边的那个正义国宅都庚案啊 一耗耗了18年终于要重新启动了 这个因为地点实在太好了 都庚的过程呢引来政商黑白各方的势力介入 甚至地主还曾经就被人家给响响 那么最新的设计图已经过关了 最快今年下半年拆除地上物 明年就可以开始改建 单屏的价格可以上看到250万元 可以看到现在被铁皮包围 看起来好像废墟一样的正义国宅呢 终于有希望咯 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旁边紧邻着就是东区的百货商圈 所以未来呢改建的话 每瓶上看250万 175户的住户全部清宫 将近30年历史的正义国宅 过去是空军的眷舍 如今却成为废墟一片 都庚案一炒18年 由于紧邻金华地段庞大的利益 让这起都庚案更曾经扯出地主交道枪杀的事件 更加备受注目 如今都庚案终于有眉目 最快明年就能动工 我们期望 希望在年底 是不是能够完成都市更新的省议 相对的到时候 这两栋旧的建筑 大概就可以拆除掉 未来基地面积达1525平的正义国宅 将会和一旁的百货做结合 一到四楼同一盖起楼地板面积达700平的百货商场 5到31楼则是大坪数的豪宅 单坪估计上看250万元 而全岸的总销金额至少在200亿到300亿之间 地点地段相当精华以外 但是一楼到四楼假如是夏宾墓的话 会影响它豪宅的价格 可能会落在每一坪单价在200万到220万之间 老旧的五层楼国宅未来要变成前卫的三栋高楼 延档18年的都哥案有眉目 也让其他正在洽谈的都哥案更有了证明力量 追新闻的鞭东铭台北参观不到